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目前从1.30的整数关口下调至1.2960 那么黄金价格呢依旧是受到美股上涨的一个冲击 以及欧洲 英国脱欧的一个利好影响呢 目前是跌至1484美金 石油呢也是跟随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略有震荡 目前报价是美国原有53块6美金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长期投资 因为很多人呢很多投资者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或者是资金不多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在国内呢也非常的常见 在我们的客户里也比较多 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适当的一个定投的策略 因为长期看的话很多产品的价格 尤其是资产类的价格总的来讲都是上涨的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总量啊 无非就是看原有的产品的数量以及资金的数量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话 过去了30年40年的一个长周期里面 资金的数量是一直在增加的 但是很多商品的价格包括黄金 他们的数量和石油的数量呢是相对恒定不变的 或者是甚至是在使用减少的 因此呢长线看的话价格往往都是上涨的 那么黄金啊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在1973年的时候呢价格才100美金 那么在1971年刚刚和美金脱钩的时候只有30多美金 所以呢间隔几年之后发了三倍 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呢 黄金的价格呢是到了200多美金 基本上又翻了一倍 再往后看1979年呢黄金价格涨到了500美金 基本上呢每年或者是每隔两到三年都会有一个 接近翻倍的一个上涨空间 那么之后呢因为是到了1980年啊 黄金的地位已经是逼近了这个美国在国际地位的影响力 因此呢美国政府是强力的打压黄金价格 并且呢是全力支持美元在国际的一个扩张 因此呢黄金价格在此之后的十年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涨幅 处于一个震荡周期里面 那么一直到了1996年啊 黄金价格才重新又回到了400多美金 并且从2005年开始直线上涨 一直是到最终的2012年的1923美金的历史最高点 那么这个接近十年又发生了什么呢 是2004年啊到2005年之后 我们知道全球的地产行业房地产都是经历了一轮大的上涨 那么股票市场也经历了一轮大的上涨 那么这一轮上涨的周期呢本身啊 它没有太多的生产力的一个释放 更多的是信贷宽松 信贷宽松呢就是银行呢不停的在下调这个贷款成本啊 比方说审核的时候呢本来我们啊年收入10万块 你呢可以带到50万 结果呢这个时候给你造了一个假账啊 你做成了15万的收入 然后能带出100万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手里的现金都非常的多 因此呢一连串的反应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上涨 股票价格上涨以及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所以呢这一切都是一个啊根源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政府或者央行手里的对现金流的把控啊 进行了一个放水 那么因此到了现在最近呢这一年澳洲央行 包括欧美的央行都在不停的往市场注入流动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资产类的价格还是会上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房产上涨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以往呢在这种放水的经历下呢 可能上涨一年要达到5%6%甚至7%的涨幅 还记得15年16年17年啊 我们在澳洲墨尔本格林威伍雷波西尔等地的这些房子啊 涨幅非常惊人 尤其是格林基本上一年好的地块能涨到20% 但是目前呢只有1%0.5%左右的一个涨幅 甚至啊不跌都已经不错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资金就会出现分化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跟随大的主要的资金的一个流动方向 然后我们跟着去定投 定投还有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把资金分散啊 假设呢是1000块你买入了跌到了500块 你还是会继续买入 对于一个长期上涨的价格来讲的话 定投呢是极大的平衡了这种不确定的风险 那么再看一下石油价格 石油呢在1970年代呢 中东的石油大家猜一下有多少钱的成本 基本上出厂价格是1块8美金 也就是说两块钱的价格你就能买到原油 一桶原油基本上就卖到世界上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已经远远不止1块8 最高的时候呢在2008年高达147美金 所以呢石油经历了五次的中东的局部战争 或者是石油危机也好啊 每经历一次石油价格都会上涨10块钱或者到20块钱 那么直到08年啊 我们说是全球金融危机出来之前 石油价格也是一路在涨 在此之后呢又出现了美国的页岩油 因此呢是对石油价格有一定的权衡 产量多了 但是呢实际上啊对它的需求还没有增加那么快 不过长线来看的话 只要啊这个资源是一种消耗品 并且是全球国家的战略资源 短期内又不可能出现替代它的产品 所以呢这一类战略资物啊物资 我们就可以战略性的去持有 或者是做一个长期的定投计划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昨天澳洲股市依旧是表现啊比较坎坷 那么尤其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红酒奔赴的母公司TWE 股价下跌了11% WTC呢Vestec作为科技股的龙头 继续股价下跌12%到13% 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人想要抄底 其实呢我们看一下这两家公司 到底哪家可以去抄底 TWE呢TWE作为这个奔赴啊 它是公司管理层进行了一个更换 那么原有的CEO呢在19年啊表现还是不错 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将会离任 那么新的CEO上任继任CEO的职位 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其实在公司内部应该是早就啊布局好了 而不是突然间的公布 那这样的话啊我们作为投资者就应该对公司的决策比较有信心 那么对公司的长期的影响力是比较弱的 并且呢原CEO呢退任之后还会担任公司的顾问 对公司的并购重组进行一些建议 那么除此之外呢WTC我们看一下 Vestec呢是属于财务造假 因此呢这样的信息公布出来之后会对股价造成一个根本性的打击 那这样的一个打击就不可能是几天啊就消化掉了 有可能会持有几个月啊会持续几个月 一直等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看到公司呢是实际的运营情况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 才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场护盘或者是啊抄底 所以呢大家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啊 因为周期相对较长 大家抄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到底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到底这个周期的影响是多长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对我们之后 包括在墨尔本西区 以及悉尼的一些活动感兴趣 线下的讲座 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报名链接点击报名